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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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公开招募的热爱考古的学员 欢迎大家的到来 欢迎各位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故宫 故宫建成于公元1420年 这一年是明永乐18年 距今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故宫地上的600年 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比较熟悉 但是地下的600年究竟有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您讲述故宫的独特的角度 今天的考古宫开课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走进故宫博物院 一处不对游客开放的区域 在这里有一扇紧闭的铁门 需要刷专用的卡才能进入 进了铁门之后 迎面是几排普通的房间 拐一个弯里面还藏着一道铁门 那么在这两道大铁门的背后 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讲人之一 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 徐海峰老师 掌声欢迎 主长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 有请 大家也看到了 徐所长 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大棚 和密密麻麻的一地的坑 我们觉得很好奇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其实就是我们正在 考古发掘的照办出遗址的 考古现场 你说的大棚 就是我们考古发掘现场的保护棚 刚才你说的非常的形象 密密麻麻一地坑 这是我们考古发掘清理出来的 不同类型的建筑遗迹 炸一开地却是坑套坑 坑连坑的 正正说明了 遗迹丰布的密集和它相互关系的复杂 徐老师 故宫考古取得的非常丰硕的成果 也有很多朋友会很好奇说 故宫还有考古的专门部门 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考古研究所是2013年成立的 当时 故宫博物院成立了 故宫研究院 我们是首批 最早成立的五个研究所之一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故宫有了专门的考古的机构 而且规范的科学的考古的工作 也正式开始 那咱们这些工作都做了些什么呢 迄今为止呢 主要配合我们的古建修缮保护 古建的环境整治工程 和有一部分的基础设施工程呢 做一些局部的小范围的 我们讲叫建峰插针式的 考古信息的提取记录 包括局部的解剖室的发掘 其实我们正式的考古发掘 从2014年算起 截止到去年嘛 我统计了一下 在35个地点 做过这样的考古信息的记录 提取小范围的视觉 这个图上面的一些标示 就是我们做过工作的一些地点 就是在35个地点 做过这样的发掘 那这些发掘的地点是如何确定 如何被发现的呢 这35处地点呢 我们做过工作了 其实没有一个项目 或者一个地点 是在意料当中了 或者我们主动要去做了 都是我们在古建修缮的过程当中 古建环境整治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部分基础设施的 工程的建设当中 偶然发现的 因为紫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 占地的72万余平方米 在这么大个范围内 任何地方动头都不是一件小事 考古呢 只能是随着一些刚性的基建走 所以说鉴于这么一种情况呢 我们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当中呢 总结出我们公共考古的一个 基本的理念和方法 这也是我们公共考古所的地人 所长李继先生总结的 就是16个字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我们现代的外科手术的理念 最小干预还要做微创手术 对 是 当然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 到底发现了些什么 而且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 哪些东西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新奇 非常的惊讶 应该说这八年多以来呢 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揭开了一个我们从未认识的和 或者显为人知的紫禁城地下的 更地人面移上同样精彩的一个世界 紫禁城所为明清两代的皇宫 它的规划设计 布区艺术 建筑工艺 是中国古代工程的最高典范 和保存至今的唯一实力 迄今保存着世界上规模最大 结构最完整的独一无二的物购建筑群 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 更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 2013年10日 故宫博物院成立研究院下设考古研究所 这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 第一次内设考古研究机构 此次故宫造办处遗址的考古发现 不仅揭露出地表以下造办处作坊的遗迹 更出乎考古学家意料的是 在造办处作坊遗迹下面 还压着明代早期的遗迹 而且是明代建筑考古极罕见的大型建筑基础 那么清宫的造办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在造办处遗址下面 又埋藏着一座怎样的底下宫殿呢 那布公历经了六百多年的风雨 紫禁城底下肯定埋了很多很多的秘密 所以今天我们徐老师来到现场 也是要现场考验一下大家 我们一道题一道题来看 首先请看第一题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密密麻麻的坑的其中的一个 就是大家看到这一个用比较厚重的砖 砌成了这么一个近似于方柱体的建筑构件 大家看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老师您好 我来猜测一下 这个是不是某个建筑的地基 类似于我们那个牌楼牌坊柱子的地基 地基 好 还有别的答案吗 老师您好 我猜这个会不会是那个台积工程中的那个柱顶石 或者是起到类似作用的物件 徐所长来说说我们学员的回答对吗 这两位学员回答的都非常好 说的地基就是地下基础的部分 他说这位女生说是柱顶石 柱顶石已经是由我们建筑的专用术语 至于这个东西呢 这个砖砌的这么一个体量非常大的 规模非常大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嗓墩 嗓墩呢其实也是一种俗称吧 它是清代工程作法哲理里边的一种教法 嗓墩就是简单说就是柱子的基础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一些这个什么 古建的地方看到一个一个那个方形的大石头 然后石头顶上是圆的 说那个叫柱柱 对您说那就是柱柱也叫柱柱柱 嗓墩就是它柱柱下边的基础 嗓墩还在这柱柱下边 地面以下的叫埋生 明白了就是我们平时看不到的 对对对 故宫的每一个建筑下面都有这个吗 你们考古还在别的地方发现了吗 通过我们考古发现来看呢 重要的宫殿 重要的建筑应该下面都有这样的结构 因为我们早些年在 慈禀花园以东的遗址也发现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从考古手段揭露出来 比较完整的散敦的结构 那是很完整的包括在下边的一些结构 我们都清理出来 也是第一次在紫禁人 接到这样的完整的散敦 然后就是我们2020年以来 在造办处遗址发现了这个 目前我们认为是国内遗址 体量最大的 结构相对也是最完整的 工艺也是最精湛的 这么一个大线的散敦 但是发现以后我们就非常的震撼 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体量的散敦 它的直径大概南北4.45米 你们在现场看了东西4.4米 到目前为止发现了最大规模的一个实力 从这个建筑考古的角度来讲 这个桑敦它是属于哪个时代 这个就是我们考古上判定 相对年代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综合判断它是明早期的 可能能找到朱地 永乐地 建紫禁城宫殿的那个时期 就是永乐大地迁都北京的时候修建的 那您得给我们好好讲一下 就是紫禁城使建的时候 它的地基 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紫禁城考古一个最重要的发现 那经过这一次的科考发现 明代早期这个桑敦建筑构造 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是这样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是发现了 四个这样的桑敦 而且它中心点等距是11米 刚才看到的这个桑敦呢 这正好在西北角就后期施工啊 这个拆掉一脚 这样呢就给我们一个能够很好的 近距离观察它内部结构的这么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它的这种气法 基本平面成回字形这么 好像是围绕中心的一圈一圈地气起来 然后砖一砖之间的缝隙 用白灰把它填实了 抹平了 这是在建筑学上叫步步景的方式 然后呢通过我们解剖式发掘了 就像照片上看到的 下面又有个石板这个绰块平铺了 以前我们以为就是整个一块 完整石板来做垫层 通过这次发掘了 发现它是好多块这些条石石板 并排的这种平铺了 然后通过对它东侧的景坡了 又发现了它下面有那个排木叠气 就类似木阀怎么叫阀形基础 照片上大家就看到了下边的那个阀形基础 在慈宁花园以东移植呢 我们前些年发现的更完整的 它下面也有阀形基础 而且还有地钉 这样就跟营造法师记载就对应起来了 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基础 嗓吨应该不光是一个砖器的这么一个方柱形体 它下面还有石板电池 还有发现基础 下面还有地钉 这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基础 所以就是说从考古的实证 跟我们文献资料的对应 确定这就是嗓吨 马上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台上经常讲一句话说 考古呢就是时空的侦探 你看这个刑真学上一看这个脚印 大概能推断出来说这个人身高体重胖瘦 行进的步伐步态 应该说通过嗓吨发现 首先这么大体量 而且这个结构这么完整 工艺这么先进 可以扑扑判断它是一个大型宫殿的基础 一个大型宫殿 现在故宫里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太和殿了吧 那这个档吨都这么大 复原出来那个是不是 体量比太和殿还要大呢 因为我们目前只发现了四个 它是中心点等距是11米 如果拿这个开架来说 这个远远大于现在太和殿 最大民间的开架 那个是应该是8.44米 我们是11米 但是不能这么简单对应 因为随着我们考古工作的深入 可能还在它这个四个商中之间 可能还要发现其他的同时期的遗迹 因为从目前看它这开架确实的大 从来没发现这么大开架 明白了 就是现在叫考古进行时 对 这样的话 对下一步的考古成就就充满了期待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 它到底体量有多大 我们也是充满期待 这就是考古的魅力 永远又未知地等待着我们去解释 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还有什么样的魅力在等着大家 来 咱们看看 大家看到这块砖了吗 这是我们在现场看到 这是我们造办处考古那个第二个时期收获吧 这是一组建筑它的院落的围墙底部这个基础 相当于就是墙基嘛 其中有一块砖相对比较完整 大家可能在现场上看到砖上它有字 大家就猜猜它是什么时代的 来 就让大家来猜猜 这块砖是哪个年代的 老师你好 我大胆地猜一下吧 因为确实也看不见那个字 因为紫禁城营造其实是有几个重要的时间段 包括永乐建紫禁城 包括中后期的嘉靖万利朝的有一些建筑的修建 我猜是名中后期那就是嘉靖或者万利朝的 好厉害 下一位 那我大概猜测的话它应该是在明代的时候 明代什么时候 我猜应该是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 好 明早期或者中期 这题确实有点难 因为实在看不清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明白呢 徐老师说了这块砖上有字 那有字我们就把它踏下来 一看就看清了 确实有点为难这么学员 但是他们刚才回答得非常好 他们时期都说对了 就明中后期 这个回答得非常到位 其实我们发现的时候 跟大家一样 我们也看不清凭入眼 只是看到它有初纪有字 因为根据以往的发现 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那这些字是什么呢 今天我也正好带来了卡片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就是这块砖上的 嘉靖 嘉靖十三年秋季尤 后边有个风话 我就看不清楚 也踏不出来 就是这块砖上的 对 这是有明确纪年的明文砖 因为根据慈宁花园发现的 那个是嘉靖十五年春季 摇护张 所以我们推测下边也有个摇护 和它的姓氏 这就是烧摇的烧砖 那个砖摇的那个戳记 对戳记 这就是反映到我们明代早期这个时候 永烈界这些时候 也形成了一场非常严密 非常严格的制度 保证了砖的质量 可以追责嘛 但是对我们考古来说 给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 有明确的纪念 那么嘉靖十三年 就是公元一五三四年 因此通过明确的纪念 我们就判断 这种砖封地面遗迹 它不早于明家境时期 关于这个地面 在我们后来的考古发现当中 发现它丰布范围比较广 就是从现在的慈仁宫 花园以东到龙中门以西 都有比较大的范围的这种丰布 文献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记者 我们初步判断它 应该是北私房和私立间 馆长处可能是它对应的位置 你看我们今天 全都是惊喜和发现 第一个我们发现了嗓敦 有可能在故宫发现了 比太和殿还要大的建筑 第二个发现了明代嘉靖年间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我们徐老师在现场 还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来 请看第三题 这个很直观地看到 就是一个坑 这个坑是清代晚期的 把它清理完以后 做完以后 在它底部就现地表是2米5的地方 我们集中发现了一层 这个圆带的建筑构建 大家可以脑洞大开猜猜 这个圆带的建筑构建 为什么埋到这儿 这个太难了 是有点难 太难了 为什么把圆带的埋在这儿 这谁能答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坑 是不是这个建筑塌了之后 然后那些部件 然后就地就埋在这儿了 它就是集中了出了这么一批圆带建筑构建 它到底是圆带内工程的废墟 还是当时根据文献记载 建资金城的时候 得先把圆带内工程拆毁 还是拆除以后 把它建筑构建 有意识地填满 这个现在还没有更多证据 但是我们很明确的一点 知道它是跟圆带内工程有关的 这样的建筑构建 大家看到这就是我们发现的 上面的两件就是持稳的部件 持稳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中国古代工店正级上的重要的部件 又有装饰又有实用功能 大家看到它是砖红色的胎 或者也叫橙红色胎 再仔细看它这个胎柚之间 还有白色的化妆涂 柚是呈现一种绿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下边右边这两件是瓦当 左边这件是滴水 它都是湿的绿柚 都是红胎 胎柚之间都有白色化妆涂 而且这个瓦当大家仔细看都是龙纹 因为龙纹大家知道这是皇家专属 这是等级非常高的 就通过这些琉璃构建的炫烂的颜色了 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袁皇宫的富丽 它的璀璨的景象 我们就再联想到马可波罗箱里面 他对袁纳内大海工程的描述 大殿之广呢 足以容纳六千人巨石 此功壮丽富善 世人布之之粮 呈无余刺者 顶上之瓦 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 上涂以诱 光辉灿烂 犹如水晶 可见此功光辉 所以是从我们发泄这些琉璃建筑构建了 可以能印证它这个 当时这种非常文学化的描述 所以这样我们就是给寻找袁大内工程 了解袁大内的建筑工艺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物资料 这边呢 另外的一类这个建筑构建 也是龙纹的 我们叫龙纹磨印这个方砖 大家看着龙纹的形态 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清晰 通过这样的构建 我们就出不办法 跟袁大内工程有关系 所以这样我们就是给 寻找袁大内工程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物资料 通过我们考古的发现 清代的建筑了 基本没有破坏 明代这些地下基础 就是说清代呢 有意识地利用了 明代留下的建筑遗产 我们早些年在 那个直径城东城墙的墙根了 也发现它的墙基 也找到就是 明永乐时期的地面 通过它的地面 与现在地面的测量测算了 我们发现就是从明代早期 到现在地面抬升了85厘米 就是600余年 抬升了85厘米 这样就大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一个建筑这个动态的历史 变迁这么过程 通过这种抬升 通过这种遗迹的表现了 我们就可以一眼600年了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一眼600年 就是整个紫禁城 它是从元到明到清 这样叠压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也套用中国 现代考古学上非常有名的 后岗三叠层 我们叫故宫考古 元明清三叠层 所以我们说故宫是文物宝库 文化宝库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在故宫的下面 还叠压着中国这一段 长达600多年的历史 也有待我们继续去考证 是的 是的 谢谢 感谢观看 我们来看看学员们 有什么想跟老师来交流的 哪位 徐老师您好 刚才您讲了很多 关于故宫地下考古发现 尤其是这个一眼六百年 印象非常深刻 那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 关于故宫地上考古发现的 这样的新的课题呢 其实我们做地下呢 也是我们更科学 更用针对性地保护 我们地面古建筑的 一个必要的手段 和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地下 地上是一体的 是一个立体的紫禁城 我们是不可分割的 前些年我们在大高悬地 配合这个屋顶的修缮上 进行一些遗迹的揭露 信息的记录和提取 包括一些分析阐释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 叫屋顶考古 这也是我们把考古应用到 我们地面古建筑的这么一个 有意识的尝试和实践 所以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再一次让我们感谢徐老师的到来 谢谢您 谢谢大家 刚才徐老师呢 给我们讲解了 这次故宫考古的很多新的发现 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的话题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在等待大家 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副主任 赵鹏老师 赵老师您好 说句实在话 赵老师 我想大家可能对故宫感兴趣 会知道有的那个住处上面 中间还掏个小洞 好像说那柱子底下也突出一块 然后用火烧一下放上去 但是这那么大的建筑 它不怕倒吗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实际上这个建筑 它的整体的这个建筑木结构 跟它的住处 住顶石和底下的基础 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 它不同体量的建筑 它的这种关系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都说叫笋某 笋跟某 那么笋跟某在这个柱子 跟住顶石之间发生关系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一些 比较体量小的建筑 你比如说你出去看亭子 亭子它的这个 上面的重量很轻 所以它得需要底下 这个住处下面 我们叫管脚锁 管住这个脚的一个锁 插到住顶石的石头 开了锚口插进去 这样的话呢 它就一个随毛的一个关系 是用它来连接 住顶石跟柱子之间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也是故宫最常见的 因为故宫的建筑 普遍体量比较大 像太和殿啊 像武门啊 等等等等都很大 这么大的建筑 实际上它的柱子跟住处之间 住顶石之间 是完全平的 就是柱子直接放在上面 靠重量给它压住了 不需要再加损毛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最想不通的问题 为什么反而越大的建筑 就完全黏合计也没有 没有 钉子也没有 没有 这个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想大家可能对故宫感兴趣 会知道故宫其实从1406年开始筹建 到1417年才正式开工 这中间呢又相隔了11年 所以您得跟我们讲讲 1406年 永乐四年开始班照 要建紫禁城 要建北京城 应该说在1420年紫禁城建城之前 到1406年 我们数这个时间 是14年的一个时间 主要的时间是用于备料 还有打基础 基础打牢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打基础打得好 我们建筑才更坚固 而基础的这种 就是材料的运用 还有它建造的这个一个过程 都非常的费时耗时 所以就是说 这里面应该说前些年更主要的 它还是在备料 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 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你要修建如此巨大体量的建筑 那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 是的 包括木头从哪来 砖从哪来 瓦从哪来 这是一个更加费时耗力的 一个系统工程 那根据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 这些土木瓦石 它是怎么准备的 都是从哪来提供的呢 可以说是全国各地了 比如说最熟悉就是木材 木材的话 大家都说故宫的很多建筑 是基丝南木的 是南木的 是在初期都是南木 关于它的原因 有很多种说法 其中我可以援演 我们老院长 善水元先生的一句话说 皇帝啊 它是来自于南方的 尽管朱棣他是燕王 但是呢 他的祖上也都是安徽的 对吧 那么他们更看重的是 南方的木材 而且确实南方木材 长得更雄壮 所以在明朝的时候 主要以南木为主 南木的话呢 就是根据答案的记载 是有来自于四川 湖广 尤其是四川省 是大量的采木的 这么一个手分 而且呢 这个当时的 就是公布的上书 送礼 他是分两次来采木 第一次呢 是这个就是一下照 他就准备了备料了 就是永乐四年 到永乐的六年 这差不多将近三年的时间 他是第一次采木 然后第二次呢 他发现这个木料还不够 然后永乐十年 到永乐十七年 又进行第二次采木 结果这两次采木 它采集的量是非常的大 其实已经远超当时 始建紫禁城的 这么一个用料了 而且这个料呢 是很难 对 大家就特别感兴趣说 那么大的木料 又粗又大 你不能把它切成块 运来再拼啊 对 就怎么从山里头 怎么发现它 怎么砍伐 怎么运到紫禁城 对 首先呢 就是它有固定的 这么一片 就是种植南木的地方 它还是比较相对比较集中的 另外呢就是说 它这个木材本身 它确实太大了 它有答案记载说 一株是七丈高 那和米数呢 和米数的话 七丈的话 大概是二十多米 二十多米的长度 你想啊 对吧 太和殿的这个金柱 从底下到上面 就一根要的话 才也没有二十多米 一个柱镜呢 是一丈两尺到三尺 差不多就是四米多 四米多的直径 直径四米多 直径就是四米多 你可以想象 这个体量是非常之大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 用今天的家常的 载重的这个大拖车 所以答案说是 五百个相当于是 劳役的人员 就是五百个工人吧 五百个工人 从伐木的地方 牵引着 拉到这个河边 为什么拉到河边呢 就是说伐木是这个 秋天九月伐木 到了第二年二月份 它开始运 运到河边 到了三月份的时候 水上涨了 上涨了以后 它就方便运输了 然后就通过水稻再运出去 像放木牌这种 对 而且伐木的过程 对 我就想问您 这个伐的过程就很艰苦 很艰苦啊 所以属地的民谣就是说 入山一千 出山五百嘛 一千个人进去伐木 然后出的时候 死的死 残的残 然后就可能剩了一半人 这是一个民谣 但是也能说明 确实很艰辛 因为伐木有很多的 不确定性 那这个木头到了河边 然后涨水之后就顺着河 一路往下到哪里呢 一路往下呢 它也是顺着这个就是江 然后一直往北走嘛 一直运到这个赌宫城 当然这个过程 它也是一站一站的 它也是经过很多的江流嘛 到了北京 所以非常的难 哎呀 真是 真是太不容易了 到了北京到哪了 到了北京呢 到一个当时叫神牧场 在通州 在通州 停在那边 然后再拉到北京城里面来 就是紫禁城的这个工地来 这个过程也很难 拉这个木材 你想象一下那么沉 我曾经有一个经历 我亲身的经历 是在2005年 当时故宫的大修 修到了故宫的一个建筑 叫体人阁 就是今天太和殿的 东边的这个建筑 叫体人阁 体人阁是一个二层的 这么一个楼阁式的建筑 那么体人阁呢 中间呢 要换一根金柱 这个金柱 质定也非常大 然后高度也非常高 那么换这一根料 整个他把它卸下来 卸下来以后 然后拉走 拉走因为他遭得很厉害了 换了一根完全新的一个木料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我在现场 我就看那工人的施工 我记得得有30多个人 30多个工人 还用现代的一个设备 给他起重 然后吊桩 然后给他归位 当时不记得是一个具体的分量了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非常重的 那这还是加工好的一个木材 原木的话 带着树皮的 它的这个分量就更重了 而且刚才像我说的 它的那个直径跟长度 大家可想而知 在当时的一个条件下 怎么运到 哪怕从通州运到紫禁城 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来说说砖嘛 大家都知道紫禁城的砖 那是金砖 大家往往会觉得中国是木结构的建筑 所以木材会用的很多 但实际上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砖用的量是 你想象不到的大 也是因为前两年 我做了一个紫禁城的城墙的保护的项目 然后查了一些打案资料 我才意识到 这个用料当时是有多么的难 这个砖 其实先说运输 这个木材运输 刚才我提到 又走水运 运河 砖也是这样 因为自己成的很多的砖 是来自于山东的林青 那么林青这个地方 离运河也是在大运河的线上 所以它当时也是从这个线运过来 而且每次只能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一艘船 能运差不多40块砖 它有限定的要求 后期多了一些 也就翻了一倍多一些 但是你想 紫禁城用的砖的量有多大 我举一个例子 在乾隆36年的时候 当时是为了修 这个紫禁城的一部分的这个城墙 它发生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 他就要采购一些林青砖 采购了30万块 30万块砖来修 我想那紫禁城得修多大面积啊 后来看答案的这个记载 以及我现场的勘察发现 可能只修一小部分 30万块砖 只是修紫禁城的城墙 它只能修一小部分 因为这个城墙啊 高三丈 高将近十米 然后城墙呢 是三面包砖 中间是夯土 这个砖的厚度是多少的 以前不知道 我们这次勘察弄清楚了 基本上是一个 差不多一米二到一米三的一个宽度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按我们这个城砖的一个尺寸的话 至少要三皮砖 至少因为它有的是横 有的是竖的 交错的 那么这么一个宽度 你可以算一下 得需要用多少块砖 何况还有很多我们的地面的砖 还有我的建筑的砍墙的墙底的砖 太多了 我觉得用意义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 至于多少个意义我也不知道 很难统计 那你想一艘船只能张四十块和过来 你说得运多少趟 所以就是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大案资料 我们可能还需要借助更多的资料挖掘才能清楚 所以这个砖的这个营件 然后运输 也就是说你建一个建筑群 它的材料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筹备 太艰难了 因为这一个砖就说明了这个 自己能修建的不易 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建筑是砖墓结构 它其实这个砖是基础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刚才赵老师提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敏锐地捕捉到 那为什么没有专门的船 像集装箱一船一船运到北京 反而是每艘运两船只能运四十块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问题说得特别好 肯定跟重量有关系 大家猜一块砖 就是一块成砖多重 我大胆猜测一下 一块砖大约有十五千克 跟我原来的设想一样 这个我原来认为 就是我没量之前 我觉得顶条也就三十斤吧 因为你想啊 这个咱们都看过大米是吧 那五十斤大米呢得多大呀是吧 结果我一量 一块成砖五十斤 二十五千克 对 有的呢明袋呢还更沉一些 清袋呢它那个质地啊 相对来说没有像明砖 明袋的砖我们敲起来 真的是当当当的那个声音非常好 不亚于金砖了啊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两块的砖就一百斤了 一百斤 是吧 跟一个稍微授业的人差不多了 所以它不可能让你一个船 运那么多砖 但是我的量又很大 所以你想一想 就是我越想这个事情啊 我也觉得 当年建紫禁城是多不了不起 您刚才说到这个砖一敲击 当然有这个金属音 我们就想起来 不光有林青砖啊 太和殿啊什么 不还铺大金砖呢 这金砖是哪来的 金砖是苏州 在苏州这边有这个金砖育熬厂 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为什么称金砖呢 就因为造价太贵了 这个有的说是一块金砖值黄金一两 所以叫金砖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它这个敲起来有金属之声 确实是有金属之声 叫金砖 还有一种呢说它是谐音 原来是北京的金 给北京提供的金砖 然后谐音成了金砖 所以还真是有不同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说 它是中国古代建筑材料当中 砖瓦这一类的 达到极致了 品质最高的 对 一般来讲金砖是用什么烧制 金砖还是用这种就是土嘛 它那边的土比较好 而且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细腻 我曾经参与过一点点啊 就是它把土 这个就是还要摔成泥 自成泥 然后人要上去采 采样 采样 我还采过呢 对 然后呢 它也经过这个几个冬夏 让它的那种简性 更多的这种出去 经过这么多的工序 经过几个春秋的话 它这种 我们说财性那个性 发出去了 所以就会更加的 有利于它自己的 本身的保存 我们再来看看 除了砖 金砖这些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故宫最吸引人的 大屋顶 大屋顶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流利瓦 各种各样的构建 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 对 这个构建的主要就是瓦了 这个流利瓦 我一直说是中国的建筑 特别特有的一个材料 即使受中国的建筑文化影响很深的 像日本韩国 它虽然也会用到流利 但是它不是它建筑的主要的用材 那么中国的建筑 流利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用材 尤其是紫禁城大黄色的 还有一些绿色的流利瓦顶 这个流利主要还是咱们北京的 京西西边有个流利窑 在那边 然后北京城内 当时因为烧灶量 也是用的量非常的大 我举个例子 它大到哪儿呢 而且它非常沉 我到了故宫的时候 修的第一个建筑 就是故宫的东华门 那是我主持修扇子 东华门的这个建筑 当时我们勘察的时候 发现它的这个流利瓦 按照常规的做法 它少了 缺少 具体数量不记得 但是它那个分量 相当于如果我要增加上去 的话再加上一些灰的话 是26吨 26吨 要在现有的基础上 要增加26吨 这个分量非常的沉 那么每块瓦也很沉 那么用的量又非常的大 所以光靠西胶还不够 所以还要在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 北京城内 还要再建一个 就现在的流利场呢 河平门那边流利场 流利场 所以我们说京西那是外厂 这是内厂 这是流利瓦 还有呢就是说在屋顶上 还有一个材料 经常用到的就是灰 就是石灰 这个灰是一个很多人 经常不注意的 而且用量也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说 一个建筑的一个维修啊 它的备料啊 它的艰辛 真的是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 咱们再来看看啊 这个地下的砖有了 室内的金砖有了 然后这个柱子有了 瓦有了 还缺一个什么 对 柱柱啊 台阶是石头 这石头比这个木头 可就更麻烦了 更沉了 紫金城用的食材 大家都知道 汉白玉啊 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汉白玉也是咱们北京这边 是现在的房山那边的大石窝 其实石材呢 用的这个数量 没有像瓦 砖 木这么多 但是它每一块啊 它可大呀 沉啊 很沉 对 像这张图片所示的 这是泰克电影前面的 这个玉露石 这是一整块的石料 它分三盘嘛 每一层一大块石料 每一层一大块石料 这一块石料呢 这个尺寸也是非常的大 它的分量呢 那我是真不知道 因为太沉了 太重了 所以可以想象这个 索浩的这个工石 真是超出人的想象 是 它呢也是就是我们看 就是一些文章啊 还有档案的记载啊 就是说这个石头 怎么运过来呢 怎么运 这个石头啊 就是你要光看这个 生转 那是转不动的 那不可能 其实有两种说法 一种呢 就是我们最常知道的 就是它是在什么呀 就是到了冬天来运这个石材 泼冰 对 没错 因为这个石材看起来很沉 但是它呢 一旦跟冰发生关系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整块料嘛 石头遇到这个雪啊 遇到冰啊 这个就是变得很滑 所以石材跟冰一结合呢 一下子就这个摩擦力啊 就这变得小了啊 这个就容易搬运了 答案也记载 就是说 在冬天的时候啊 每一里就每五百米吧 它就是枣井 泼冰 在地面上 它形成这么一个大的冰道 然后让人从旁边 用那种汉船 来拉这个石材 运到紫禁城 这就是为了修筑紫禁城 搭建的冰丝带 跑道 您用的这个词特别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 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答案的记载 运这么一个大的石材 长是三丈 宽是差不多是一丈 然后那个厚是五尺 所以是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需要用的这个工匠啊 是两万人 用二十八天 他折算了一下 这个费用啊 差不多是十一万两银子 然后有的官员就说 说我们换一种方式 用这个车轮 大车轮 十六个轮的这种车轮 然后呢 用一千八百头骡子来拉 然后他算了一下这个成本 差不多是七千两 差别这么大 差了将近十六倍的 这个费用的一个差路 所以呢 不排除也有用这种方式 但是不管怎样 无论是罗子拉 还是用这种汉船冰道上走 都是非常的好事 今天我们听到了 徐老师的讲述 让我们了解到了 故宫的六百年 埋藏的秘密 埋藏的历史 听了赵老师的讲述 我们才真正感受到 这座宏伟的 属于全世界的 伟大的工程的背后 有多少不知名的工匠 为之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甚至付出了生命 是 它确实值得我们用生命 去呵护它 好好的保护它 我们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和赵老师交流 赵老师好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 世界各地 它的地震灾害是频发的 然后结合您刚刚讲解的 这些构造知识 所以我就比较好奇 我们紫禁城大殿的 它的抗震性如何 然后这么长时间以来 在这个故宫里 有没有宫殿 就是因为地震 它出现损毁的这种现象 谢谢老师 这个确实也是 很多人很好奇的 包括我们有一俗称叫 强倒污不塌 是吧 中国的建筑强倒了 但是屋子没塌 故宫历史上 还真是出现过 房屋倒塌的情况 受地震的影响 距离最近的一次 是康熙18年 导演记载也是 京师的这种成员 还有建筑 倒塌是很多的 尤其是民房 倒塌是很多的 但是呢 就是很多大型的建筑 为什么在住处上 它不做损某 它是用一个这个 瓶子落在上面 和重量的压呢 就是发生地震的时候 它这个柱子 跟那个柱顶石 它会有些轻微的移动 这个移动就一下子 缓冲了地震波 这个对我们的抗震 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你看 很多那种亭子 反而坏了它了 就是因为它那个 本身重量不够 然后它那个 有那个柱柱 就跟管教锁插进去以后 它发生了减切力 发生一些变化 然后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大建反而没事 所以我们看 很多古代的建筑 尤其大型那种没事 但是也会有些问题 就是刚才说墙倒 污补它 墙出现问题了 琉璃瓦掉下了一些了 但是木结构没事 主体结构没问题 说到故宫紫禁城 可能大家感受当中 强烈的就是这个一片 阳光之下 闪耀着夺目光芒的 这一大片巨大的建筑 很多朋友都到故宫去过 如果让你来说一说 这个故宫的建筑 你能说出来哪些呢 故宫的建筑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 首先就是中轴线上的 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以及后前里的昆宁宫 交太殿 还有前清宫 包括之后的一些 也是现存最大的一个 明代建筑 清安殿 然后包括后面的玉花园 对 您是在故宫当过导游吧 没有 看来了解很多 那我多问你一个问题 那你有没有数过 故宫一共有多少间房子呢 我知道故宫 它在2012年的时候 有给出一个数据 是9317间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现在这个数据 它有没有在更新呢 谢谢 肯定更新了 因为老百姓都知道 是9999间半 导游经常说 是9999间半 而且还绘声绘色地说 那半间是哪儿呢 是文华建后面那个维恩阁 那个仿这个天音阁的这个半间 是吧 其实经过我们的统计呢 这个还真不是 包括刚才同学说 是9300多间是吧 这个我们公布的数据 可能您还没注意到一点啊 这个数据指的是 故宫的就是产权范围内的 就不光是紫禁城 如果就紫禁城而言 因为它是一个工程 紫禁城统子河以内 这个建筑群而言的话 我们的坚数是8750坚 8750 8750 大家记住了吗 所以到了紫禁城啊 要做一些准备 读些书 看些资料 看看考古公开课的节目 这位同学很专业啊 一看就是对姑姑很了解 首先这个签店确实是明白的 确实很好的一个明代建筑 但是它是不是最大的呢 网上也好 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们自己故宫人 也都会觉得故宫里的建筑 可能是清代为主 明代子比较少 但是我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啊 跟大家说 实际上故宫的建筑 明代建筑很多 很多 很多故宫人都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我们干古建筑 中轴县 您说这些建筑 我基本屋顶我全爬了 包括千年殿 我到了最顶上 我被千年殿的木结构 所深深的震撼 我就说一个建筑 神武门 神武门是故宫的中轴县 这个紫禁城里面 最北面的建筑 它是我目前看到 故宫里面 明代建筑的规制的做法 就大幕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建筑构件的构造啊 规制 样式的那种完备啊 最好的就是神武门 神武门在我心目当中 是明代官式建筑的 一个巅峰了 它的很多的细节 是你想象不到的 甚至真的像金属雕刻 出来的一样 非常的好 我们仅是从这个实物来看的话 神武门 应该绝对是明初的 那么它是不是永乐的 因为也有学者说是 再晚一点 这个还有争议 但是我认为它绝对是明初的 而且它的体量 总体来说 比千元殿还要大一些 另外我刚才说到 故宫很多建筑 还是这个明代的啊 耳熟能详的 除了太和殿 也是康熙三十四年的 那个复建的 中和殿 宝和殿 都是天启七年 这也是明代的 南新殿 中翠宫 还有养新殿 明代的 标准明代 加进十六年的 养新殿 还有 其实今天我们故宫的 东西六宫 很多建筑 其实它的主体结构 都是明代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其实有很多的建筑 其实是合体的呢 清代明代 您说的特别好 对吧 因为历经六百年了 不可能一直保持 原汁原味 我们很多建筑 就是一个合体的建筑 比如说它的柱子 它的主粮 可能是明代 甚至明初的 但它可能斗鼓 是明晚期 或者清初的 甚至明国 甚至我们 就是现在的 然后游士 彩化 内延和外延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太和殿 它的内延彩化 就是康熙三十四年的东西 特别好 它的这个外延彩化 五九年 当时修过一次 然后我们零八年 大修的时候 又修过一次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外延彩化很多 它的年份很短 所以它不光是 明清两代的合体 就是明清 甚至后来明国 然后到我们 新中国成立之后 其实故宫 一直处在一个动态的 不断地修缮的过程当中 是的 我举两个吧 就是一个是慈宁宫 慈宁宫这个建筑呢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合体的建筑 它始建于 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七年建成 建成了以后呢 又经过明代的万历朝 还有后续的这个 清代的顺制 它都有一些改建 到了 最典型就到了乾隆时期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次变化 就是乾隆三十二年 乾隆三十二年 他的母亲呢 已经接近八十岁了 他为了 就是孝敬他的母亲 他有一个说法叫做 以从尊养 就是要提升这个 他母亲居住的这个 慈宁宫的这个地位 来表达对他的孝敬 提升他的等级 对 规制 原来是单层岩的 单岩 把它变成了 现在这个从岩的 就是一个 以从尊养的一个表现 这种情况 在故宫里面非常少见 就是把单岩的 变成从岩的 在故宫里面也很少 表面上看着是 加了一层岩 但是在整个建筑 规制上 等级上是大大的提升了 所以就是说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结合了明代 但你说他的 所有的构件 都是清单的吗 并不是 看来乾隆也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建筑狂魔 极建狂魔 极建狂魔 来看看其他的建筑 还有什么 对 还有一个就是五英殿 五英殿这一区 很有趣 它始建于明代 在明朝的时候 它的这种功能 主要是皇帝的变变 历史上有很多大事 发生在这个区域 我觉得五英殿 特别有意思 你比如说像 崇祯皇帝 他当时就是遇到了 这种外界的压力 他为了给他的官员 有鼓励 他说我也要自己 节衣缩食 我也要更多地 反省自己 然后他就不居住 在这个乾清宫了 然后他就到了 这个五英殿这边 待过一段时间 到后来 李自成打进来了 李自成进来北京以后 他待了没多长时间 满清的就供过来了 他也守不住了 他走之前 他搞了一个登基仪式 登基称帝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五英殿 就是所谓的 大顺王朝的登基仪式 是在五英殿 在五英殿 然后他登基完了以后 第二天他就走了 他就草草地搞了一个仪式 搞了仪式以后 每两天 多尔滚带着兵 打进来了 然后他也有一个 他不能叫登基了 他叫升座 他也是宣誓这个主权 在哪呢 也是在五英殿 所以五英殿其实真正意义上是见证了明清两代的这个耕地 交替了 交替了这么一个场所 但是五英殿的命运多舛 它呢 发生过好多次的这个火灾 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清晚期 同治朝的时候呢 烧过一次 然后到了光绪朝的时候 烧过两次 还有 光绪十四年 烧过一次 这里面还有个特别好玩的事 就是有一个小太监 他那个 就光绪十四年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火灾了 他赶快爆了 爆了消防 滅了 有功了 他就有点沾沾自喜了 人不能膨胀 结果呢 光绪二十七年 又因为人为的原因着火了 谁导致呢 当年这小太监 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元凶 所以呢 就是两次人为的一个失火 最后五营殿 这个我们说它是三毁三建 清晚期的时候就毁了这几次 然后又三次的这个重建 而且呢 五营殿呢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 我老是觉得它 往往是一个事件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发端的一个场所 因为我是从事 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嘛 我们都知道 故宫的百年大修啊 故宫的百年大修的 第一个工程 就是起始工程 就是五营殿的维修工程 对 而且我们还出了 五营殿的维修实录 大家可以看 实录上面就 我们配了一张 五营殿这一区的 一个历史阳格的 一个照片 可以看到这个区域 明清混合到明国混合体 它最西边的那个西群房 是明代的建筑 它的这些台积 这些石材 这些基座 都是明代的 遗留下来的 然后它的这个五营门 五营殿 是清代的 然后还有一些建筑呢 它有一些明国的一些元素 所以就是五营殿这个区域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么一个 就是拿着徐老师的话说 一眼六百年 极合体 今天的故宫呢 是世界瞩目的故宫博物院 既是一个文化保护 又是一个文物的宝藏 那大家知道 从这个紫禁城 一直到故宫博物院 那这个大概的经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它毕竟始建于这个明代 然后经过清代两个封建王朝 到了明国 到了我们今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明城所朱棣 他营造 到了1644年呢 就是清军过来以后 是第二个阶段 到后来呢 是1925年 就成立故宫博物院 是第三个阶段 大概是这三个阶段 但实际上我还可以认为说 我们地底下 更多的是第一个阶段 我们的建筑 刚才我虽然说了 明代的遗留很多 但是毕竟清代的影响更大 所以地上的建筑 在第二个阶段 呈现的更多 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 就是人的因素 就是从物变成了人 就是在前两个阶段 它毕竟是皇家它自己的 它虽然也有很多的人在里面 但是它的人相对固定 而我们今天不一样 我们今天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游客来到故宫 它来感受传统的文化 我觉得这个是第三个阶段 更值得我们 已经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了 是的 在赵老师解读的时候 突然产生一种特别奇妙的感受 假如说我们能够有这样一趟 足够时间多的旅程 能够请赵老师带领着我们 每一间房子 每一座宫殿 每一座建筑 那我想可能对于大家来讲 对真正了解故宫 了解中国古代的 包括宫廷文化 这段历史建筑文化 那真的是一段非常幸福 和奇妙的旅程 非常感谢赵老师和前面 我们今天徐老师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解读 让我们起立 把掌声送给两位老师 谢谢 感谢两位老师的到来 其实在这里 更加应该感谢的是 一代又一代的 故宫的守护者 研究者 还有所有的参与考古 保护修缮的 每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 正是因为他们艰辛的努力 给我们打开了 故宫这扇神秘的大门 让我们对于故宫 对于中国 传统文化 对于历史有了更多的认知 向我们展示了 紫禁城在历史变迁中 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们要谢谢他们的工作 也期待着他们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感谢收看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